大家好,現在大家看到我抱著一隻狗,這是牠的耳朵 牠頭在這裡,牠很喜歡,我不會把牠釣到這邊 釣到這邊,牠會走到這邊 所以,行話有題 我們知道昨天,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 在香港發生一次,反對分子集結在立法局面前 一度就衝到立法局的門口上面 後來,警方用催淚彈把牠們驅趕了 這件事,現在香港警方定調作為暴動 其實也有圖片在上面顯示 警察向示威群眾發射橡膠子彈 當然噴不少胡椒噴霧,雙方有衝撞 我相信雙方都有傷亡 我首先在這裡表達我的立場 就是我強烈反對雙方運用暴力 來達至他的目的 我經常都說,你想改變一個政府的政策 你的途徑不一定需要跟政府對抗 其實最好的途徑就是你進入那個系統 然後在那個系統裡面,就不要忘記你的初衷 去改變那個系統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上可行的辦法 一般來說,你用暴力去抗議 只是會擾到一般的民眾 而政府的立場 一般來說,都不會退讓 這次雖然有 有103萬人上街遊行 我不相信香港政府會因為有103萬人上街遊行 所以會退讓 在步驟上,我相信香港政府很可能會 所以會暫緩這個引渡法案的二讀三讀 然後就讓市民的情緒平復下來 才再算 我不知道現在香港的特首會會採取這個方法 我們就拭目以待 但是在雙方的衝撞裡面 我看到的就是在國外這邊的媒體 當然是西方媒體,我是在澳洲 就說警察開槍 那就是射那些抗議的人 沒有說明這個開槍是指用橡膠子彈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再看看 你會發現 同樣的事件 如果是發生在世界其他的地方 舉個例子 比如在以色列控制之下的加薩 那以色列的軍人所用的子彈 就絕對不是橡膠子彈 是真槍實彈的 也要留意到有些所謂的Sniper 就是那些躲在高處 用長距離的槍射那些市民 這件事也是常見的 那在美國 那些美國警察對付當地的市民 一樣是很粗暴 那這件事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當警民衝突的時候 雙方的暴力就會一直上升 最初就是大家互相結構 結構完之後 警察首先會施用胡椒噴霧 你知道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他們懂得保護自己的臉和口 所以就沒有效 沒有效之後 那些示威者就利用各種的東西 鐵馬岸之類 就向警察進攻 那警察在這種情況之下 唯有退手 一直退退退退退退退 退到立法局裡面 隔著玻璃牆 然後一段時間 互相結構 一段時間後 警察就開始用催淚彈 催淚彈有效 將一些示威抗議者推回外面 我們看到事後 在香港的中環附近 那些街道就好像是打過一次大戰 一戰場 在網絡看到一些圖片顯示 市民將香港行人道上面的磚塊 叫起來準備作為武器 這件事其實在五年前 那個佔中行動的時間 發生過同樣類似的事情 亦都在之後 農曆新年的時候發生過 就是將行人道上面的磚叫上來 那我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香港政府不可以前車可鑑 將這些磚改變成水泥 讓他們不可以叫起來 這樣就可以減少很多無謂的意外 另外也看到那些示威者 就是利用一些垃圾桶 扔在馬路中心裡 也都將一些鐵馬放在馬路中心裡 這個是全心 跟香港市民是對國不去的 你只是影響到香港市民的生活 我剛才想到那篇市民 跟大家分析一下我的看法 我覺得其實我們普通市民 一般人追求的是什麼 我們追求的就是有生存的權利 有吃飽飯的權利 就是說我可以在這個社會裡生存到 然後就是我希望可以有自由去做我想做的事 而再上面一些 可能有些人有野心 我想統治人 有些人有野心 我不喜歡被人統治 各種上面一些 但我覺得 這些所謂的需要 都有一個金字塔形的結構 你下面那層不滿足的話 上面那層是沒有意思的 譬如你的生命不可以保障 你沒有命 什麼都不能說 有沒有東西吃都沒有關係 當你有東西吃之後 你就會再想 我可不可以自由活動 當你可以自由活動 當你可以再想 我可不可以亂說話 言論自由 然後再上面就說 我可以亂說話之後 我可不可以亂做事 我知道 去到這裏大家都會同意 一個法治社會 去到某處 一定要停 就是說 你不可以亂做事 我喜歡 走過無緣 打你兩巴掌 可以不可以 一定不行 這個就是 你不可以任意做你想做的事 在人與人之間 在互相的社會裏面 要互相生活 一定有一定的基本上的行為守則 這個行為守則一定在哪裏呢 在西方國家 我知道現在很多所謂fake news 新聞是假新聞 新聞是任意創作的 這件事 太多了 舉不出這麼多例 大家要隨便看看 好你已經知道 譬如我 不舉例 也舉一兩個 美國就說 當時的伊拉克 就是侯塞恩 就有巨大殺傷力的武器 所以就要將這個武器消滅 侵入伊拉克 打了十幾年 找不到 這就是借口 其實我們再跟這個 比對美國對北韓 美國對北韓 絕對不敢動手 因為他們知道北韓 是有核武器 是真的 人家試到了 北韓也有飛彈 射得幾樣一回事 但它有 美國就不敢動手 即是說 在輿論上 很多時候 那些主流媒體 可以亂說話 我覺得 其實 作為一個人類社會 法律限制 是不是應該 在言論自由方面 做一些的限制 即是說 譬如 我這樣 我講話 我講話 你不適合 但如果我講話 第一 沒有飛彭 沒有亂說你 第二 我講話 是 沒有 跟事實 不符的東西 你不喜歡 就不喜歡 你不可以說我 但是 到你發現我講話有錯 跟事實不符 這樣 我便有責任更改我這個 這個 言論 即是說 如果我對 那件事 我講錯了 如果我 明知錯了 再 再 重複 又重複 重複又重複 這樣講 這個就是我錯了 言論自由 不應該去到這個地步 言論自由 只可以去到 你在不知情之下 講錯話 報道錯了 而當你知道正確 你就 更正你的錯誤報道之後 以後 不要再重複 這個錯誤的報道 但我們已經見到 在西方媒體 很多時候 以為 將一件事 講得次數多 就會變質 這件事 我是讀物理的 所以我就不相信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不是這樣 你是錯就錯 你不能說很多次 就對的 所以我不相信 你應該會這樣做 因此 這會影響我的政治觀 我就不覺得 你們把這件錯誤的事 講很多次 都對 現在講到這 我就想起另一個話題 一會兒我再做一個影片 講一講這件事 暫時就先講到這裏 拜拜